Hello 大家好 很久沒試過坐在這裏拍片 去旅行 郵寄一定會拍 其他影片未必會再拍 因為郵寄是給自己看的 但不知為何今次屁股 就想拍戰利品片 所以又坐定在這裏 大家都知道我每次拍戰利品片 都是這樣壞的素顏仔 因為想快點執行李 昨晚才從韓國回來 就快點拍完這條 突然心血內潮的開箱戰利品片 就可以收拾所有東西了 再加上疫情這幾年 大家的生活模式變化了 網購亦都更加發達 什麼都可以網上買 所以其實這次不是買了很多東西 我覺得這次收斂了很多 但我今天依然都很想和大家分享這條戰利品片 好 我們現在就馬上開始了 大家看到封面應該都知道我第一代最想開的是什麼 就是 就是這個Chanel包 如果大家還有follow我的IG 就應該知道 我去年還是前年都入手了一個 我人生第一款Chanel包 其實因為我過一個月左右 又會再去歐洲去英國 所以本來我是想在英國買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除了香港沒有奢侈品稅 香港是比較便宜的 但香港大家有留意奢侈品牌都知道 尤其是Chanel一袋難求 所以我本來就想在英國買的 但是綜合了一些身邊人的意見 都是覺得在歐洲買奢侈品牌 始終好像不太安全 就免得有什麼安全治安的問題 終於都在韓國買得到 完全沒開過 我留在開箱片一起開 首先分享一下去那裏買東西排隊的狀況 因為大家可能做reserve都知道 發現他們原來對奢侈品的需求 那個慾望很強烈 我去到Chanel第一天 去到新世界百貨 去到那時我沒有印象中 4、5點左右 我沒有想過排隊排得這麼誇張 因為香港都有看 但香港大家 我最嘗試過一次是排半個小時至一個小時 還要是節日 很記得是節日 平時都是排幾個小時入得去 但我沒有想過那裏是要排到去拿醜 但沒有想過他們的瘋狂程度 是這麼誇張的 最後上網再看才知道 原來很多人是真的猶著 他十點半那間百貨公司 開門就排隊拿醜 他去到拿電子醜 他就告訴我們 他現在還有38個醜在等 他們就關六點幾 就說今天我應該是沒有可能進去的 我們就問明天 就問了他原來十點半開門 明天其實第二天 我去到吃完東西 化妝才去 其實去到兩點前 那天去到可以拿醜 就說我已經是排110 我跟男人一起去 一個110 一套醜 一個110 我問他大概等幾個回來 他就回答我們 4點 4點回來就差不多了 等兩個小時左右 我們就去逛街 逛上面的免稅店 可以等得不是很痛苦 我前一天去到排不到 因為他說還有三十幾個醜 我就裝到裡面 有SA拿盒仔出來 長盒和方盒都有 亦都有金球 我就覺得 這次應該一定買到 所以我首先 那一晚 因為我對那些型號 沒有那些資深玩家那麼熟 我就 CAP了圖 其實我隨便網上CAP 最主要想找盒 CAP了圖 我就進去就問他有沒有這個box 我就說我想要高波 即是想要金球 我都很驚喜 他拿了很多個盒子出來給我看 一二三 好像拿了五個盒子出來給我看 全部都有金球款 五個盒子給我看 有三個款都是不同的金球款 白色是好像現在最新的一季 那隻球 即是有個黑白 最新的季好像是摩洛哥風 黑白色的球 其實看上去是漂亮的 不過大家一看到白色我就不考慮 我拿了一隻芥蠟黃 和綠色出來 那個就是一個普通金球款 還拿了一隻粉紅色 好像最大陸都很受歡迎 那隻鮮粉紅色 Shocking Pink 那個金球就是那個叫做 合圖金球 是不是叫合圖金球 到我試到一半很興奮 那時候才知道 原來我男人就有問過銷售 我印象中好像只有綠色和粉紅色 都還有一個全身貨 雖然每隻顏色都不是我首選 那我自己可能都想著 我應該會選粉紅色那隻 但是如果你問好襯衣服就是綠色 這個是WOC 一個鏈條銀包 即是背上身的銀包 那他拿了這款給我 突然間一眼就叮一聲 之後我立即背上身 就覺得是他了 我買這隻是灰藍色 雖然有些人說灰色都會染色 但是因為金球覺得索性 所以我就覺得不擔心 而且現在都不流行背得太低 他說我就是需要金球和細胞 因為我給了一個箱子的照片給他看 所以他拿了全部都是金球 但是我覺得那個黑色 反而沒有這個那麼漂亮 雖然黑色很搭 但是他就說黑色只有DISPLAY 而且那個DISPLAY是有損壞的 我看到他指了幾點給我 所以我就不考慮 其實我最初有時候想在韓國檢查 但我不懂自己綁回胡蝶結就算了 因為我都看著他包 香港買應該便宜一點 如果你在香港買得到的話 因為韓國退7%稅 因為我不在免稅店買的 因為免稅店都有金球 都有盒子 但是就得很少顏色 反而我覺得粉紅色很大 我幾家免稅店都看到粉紅色的金球 但是我最初就先去了免稅店 那我就想著如果專門店 都沒有我想要的東西 我才回免稅店上去買粉紅色盒子金球 但是我真的忍不住想兩個都買的 即是想在免稅店再買多個粉紅色盒子 但是幸好 理智 理智戰勝那個衝動 你說誰比較便宜 如果去買便是免稅店比較便宜 即是下層的普通專門店 粉紅色盒子金球 對港幣要25000 但是我在免稅店DOTV看過 對港幣2萬左右 我買了490多萬瓶 我印象中對港幣3萬1左右 之後做7%退稅 退了38萬瓶稅 為港幣2-3000港幣 其實這個大約2萬9至3萬 5過3萬的 28,000多 29,000左右的為港幣 我拆了這個 這個布袋 比我更方便 因為可能這些屬於廢包型 所以沒有那麼多袋 我另外那個Chanel袋 很多層很多層東西 很麻煩 這個款的黑色都是這款 這裏都有一個小小的 這裏就可以 我只要早上收拾東西才行 這裏可以索長索短 真是漂亮 終於擁有第一個人身的金球 我都覺得我算不錯 我現在只有兩個Chanel袋 第二個已經買到金球 這裏也是小羊皮來的 你問我有得選擇 我就覺得荔枝皮好些 因為荔枝皮我喜歡 因為我第一個那個也是小羊皮 沒有說疼不疼的 但是小羊皮之中脆弱一點 還有我喜歡一些鞋面的東西 我知道也很多人喜歡這隻灰色 因為這隻灰藍色 是真的漂亮的 不過我就不會選白色 所以如果淺色我就會選這隻灰色 我心頭很少講得太久 那我快點講完它 就可以快點開後面那些了 後面那些我會速度增加 好漂亮 這個就不是大絲來的 就是一個細絲 還有我看到有些款 它跟手袋一樣有個扭扣 它這隻就不是的 純趴趴扭的 就不趴下去 它有幾款是否有六格的卡片 這個不是的 只有一個薄格 這個拉鏈套 很薄的拉鏈套 我相信是裝紙幣 就是如果你不想撐到它肥 那個整尾的包包 它可以放得下 嗯... 是剛剛可以放得下我的電話 可以的 但是它會有一點點 看到沒有凸起了 它不是被它凹下去 會有一點點撐肥的包包 還有電話這樣 因為我這個Pro是比較大的 因為我本身在這裡凹下去 不知道啊 或者我都未必會放電話 因為放了電話之後 它就什麼都放不下 我這個闊度 連搓手翼都有點勉強 應該就可以放粉餅 卡片圖 一包廁紙 差不多 我們女生就是不喜歡實用的東西 這次韓國之旅 最興奮 也是最貴的一個戰利品 介紹完了 已經講了半小時 可以大家留言告訴我 是不是真的 因為外國比較容易買 或者韓國比較容易買 因為我看到很多 在最後上網搜尋 有些台灣很多這些分享 就說韓國不容易買的 亦都說不容易拿到金球款 但我真的看到很多都有 每間免稅店 基本上粉紅色金球的盒子 都一定掛在這裡了 其餘有一間多數有幾間都是粉紅色 跟格纳王 我不喜歡那隻格纳王 有一間有粉紅色跟天藍色 機場那間亦都有粉紅色 還有我知道今季最新系列 有一個很硬盒的 說是今次2023系列最貴的 肺包是一個老腹機 我在機場都看到2萬美元 在尾金 中場休息一會 待會再解其他戰利品